廖文文言心里大动 徐四龙说的如果是真的话 那对自己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相信徐四龙不会骗自己的 自己也没有什么让人好骗的了 而且看情形 徐四龙也是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的 这件事情成功 徐四龙重掌大权 那自己就是最大的功臣 徐四龙自然不会亏待自己 那么自己不但能要回自己以前的东西 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成为公安局局长 廖文思之再三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后 才向徐四龙道 书记您说吧 您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帮助考察团的人员顺利完成任务 徐四龙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 很好 这也充分说明 廖文同志的思想觉悟还是蛮高的嘛 嗯 这样吧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免得走漏了风声 给考察工作造成了什么影响 你还是找几个比较可靠的同志 专门成立个工作小组 好吧 嗯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书记 廖文盲道 徐四龙又提了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 才让廖文离开 徐四龙坐在椅子上悠悠地想着 自己好像离成功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不过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陈建民绝对不会放任自己的计划 轻易得逞的 看来自己得去见见这位考察团的林组长了 很年轻的一个官员 甚至看上去乳秀未干 林锦宏三人回到套房客厅里 照例要开一次简短的会议 布置考察任务 这次简短的会议 林锦宏的脸上表情异常严肃 各位同志 这次金灵考察不同于上一次 比上一次的任务艰巨了许多 因为很有可能要直击金灵市 某些利益集团的要害 他们显然是不想让我们顺利完成考察的 或者他们布置一个个的假象 引导我们的考察走向误区 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我们必须先有这个准备 如果连这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趁早回燕京 丑话必须要说在前头 这次考察是我们四个人的共同任务 而不是某个人的任务 挥托反对共同制定的计划 暗中拉扯整个团队的后腿 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 我不希望这些事情的发生 否则在最后的论文说明中 将直接注上这些东西 到时候不要怪某人 断了自己的前程 下面我宣布这次考察工作的几个要求 一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如实记录下来 王雅娟同志负责记录 二 在考察工作正式开始后 到正式结束前这段时间里 任何人不得私自行动 私自见金陵市有关负责人 三 考察工作结束后 原则上在当天离开金陵市 如果难以成行 则在次日离开金陵市 四 考察工作不论最后结果怎么样 在上交之前 都不得向相关人员泄露 以上四点看似严格了一点 但是和我们这次考察工作 却息息相关 希望所有人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些是要求 下面我们商量一下 这次考察工作的具体执行计划 林锦宏正与其他三人 商量着考察计划 那边市委书记徐四龙亲自登门了 这多少有些让林锦宏几人意外 徐四龙什么人呢 再不计也是一个副部级呢 怎么亲自跑来了 就算现在不如意 被陈建民压制着 可该有的矜持还是需要的吧 林组长 上司匆匆一别 还以为再没机会见到林组长你们了呢 谁想到隔了几个月 林组长再度下金灵 真是事实无常啊 徐四龙坐下 接过林锦宏泡的开水 感慨得到 他看了其他三人一眼 心中案子嘀咕着三人不识相 徐四龙是想跟林锦宏一个人聊聊的 因此他一坐下也没有急着说正题 希望其他三人自动离开 可惜他不知道林锦宏给三人搞了个要求 不得私自与金灵室相关人员接触 他徐四龙是市委书记 自然是相关人员了 其他三人倒是很坚持原则 林组长住的还习惯吧 这金灵大酒店硬建设时是差了点 但服务还是可以的嘛 也不知道林组长习不习惯呢 他一再只提林锦宏 而且林组长三个字咬得有些重 是明显的暗示了 可见三人还是没有离开客厅的意思 徐四龙不禁有些火气 林锦宏将他的表情看在眼里 微微笑了笑道 金灵大酒店还是不错的 徐书记说硬件设施差太过谦了 如果不是有工作在身 我们倒是愿意长期住在金灵大酒店呢 这可得多感谢金灵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 要不然我们的考察工作可难以进行下去 既然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知道林组长一行的调查 也是对我们金灵市党委和政府的一种支持 哦对了 听说林组长是下来调查金灵经济适用房的问题的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呀 林组长有没有空 要不我们找个时间谈一下 徐四龙见王亚娟三人铁了心的不回避 火大之余却也无可奈何 只好稍稍点名 林锦宏略略思考了一下笑道 徐书记是这样的 您能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当然是万分感激 为了本次考察工作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我们经过研究决定 凡是跟考察工作有关的问题 都要有这位王亚娟同志在场进行必要的记录 这也许是多此一举 但是考察工作本来就应该细心细致 要本着一丝不苟的心思去完成 徐书记你说是吧 林锦宏竟然突然来了这么怪异的一招 令徐四龙错愕万分 他视线从其他三人的脸上一一掠过 发现三人同时都点了一下头 显然林锦宏刚说的不是推托之词 徐四龙暗自感叹着 好谨慎的林锦宏 显然他也怕考察工作受到干扰 卷入金陵时的斗争中 简直是步步为营如履薄冰 有记录吗 那更好可以顺势金蝉脱鞘 徐四龙想到这儿笑道 林组长的这种工作态度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呀 好 那我们就一起谈谈这个金陵经济试用房的情况 来来 大家都坐下来说 金陵经济试用房 是施政府诸岛建设的 目的是为了使低收入阶层有个居住的地方 出发点很好 当然 由于经济试用房房改提出才几年时间 大家都在摸索着前进 对这个事物可以说很是陌生 这样在建设过程中 自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金陵的经济试用房建设过程中 同样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好在陈建民同志领导的施政府工作能力出众 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及时有效地解决 压下 当然 有些问题我们还在摸索解决中 徐四龙说得很细 甚至听上去感觉有些啰嗦 林锦宏也没有什么不耐烦的表情 让汪雅娟尽量详细地记下徐四龙所说的话 徐四龙说是谈经济试用房存在的问题 但是听着却像是极力地为陈建民反驳 他把大问题引去小问题拿出来讨论 那些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下算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各地在建设这个经济适用房中都会存在 谈了两三个小时 徐四龙也不知道喝了几杯茶 他最后才如释重负地说道 这些问题虽然很小 但是反映在工作中的问题却很大呀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引以为戒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算是给林组长一个考察的另外思路吧 林组长想必是已有全盘的计划 以及对整个金陵市经济试用房的发展情况 有个整体了解的 好了 耽误了林组长你们这么长的时间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我就不搭交几位工作了 徐四龙说走就走 林景洪几人只得将他送到房间门口 四人又回到客厅里 林组长 徐书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不是很想揭开经济试用房的盖子吗 怎么跟我们谈了半天的废话呀 吕坚坐下之后问道 这应该很简单 他是欲盖弥彰 王亚娟皱了一下眉头道 我觉得他更像是故意如此 来到我们房间谈了这么久 他的对手肯定会急 一急就有可能乱了阵脚 露出了更多的破绽来 另一个人江进硕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三人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最后众人将目光投向林景洪 无论是欲盖弥彰也好 还是要乱别人阵脚也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徐书记想利用我们将这盖子揭开 扰乱金陵市官场运行秩序 他也能顺势将陈市长赶出金陵市 或者是压制陈市长 我们想要揭开这里面的盖子不假 但是我们可不想扰乱金陵市官场的秩序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远远地站在一边 偷偷地揭开盖子 看看里面捂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将盖子放回去 之后的事情上面会处理的 因此我们只需要保证真实性和公正就行 其他的不关我们的事情 王亚娟突然看了他一眼问道 林书记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这经济试用房建设过程中 严重损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或者有很大的冤案 我们到底管不管 林景洪毫不犹豫地回答 管 不论是谁 严重损害了普通百姓利益了 我们都要管 我们不管 那还当什么官啊 王亚娟触媒 我们该怎么管呢 跟他们硬碰硬吗 林景洪的回答 使得王亚娟觉得有些自相矛盾 一会儿说要远远地站在一边揭盖子 一会儿又说 不能不管 正面相撞 我们拿什么跟他们相撞啊 要知道 我们现在只能算是普通的党校生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是 要管这事 并不是说我们勇往之前的去蹚地雷 我刚才说了 只要如实考察 公正考察 这经济适用房建设过程中 有多少猫腻 我们就反应多少 这就是为百姓负责 上级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了足够的重视 要不然也不大可能让我们来调查这件事情 如果真有个别领导有问题 那么上面自然会严肃处理 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林锦宏笑笑道 并不是说要管 就是非要自己出手不可的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必要 王亚娟输了一口气 我明白林组长的意思了 总之是一句话 保证真实公正 其他两人静静地听着 林锦宏和王亚娟的一问一答 没有说一句话 市政府大院市长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正向陈建民汇报 徐四龙刚进林锦宏房间的情况 陈建民挥手让他离开 不久常务副市长张玉菲匆匆来到市长办公室 市长您找我 知不知道徐四龙刚才去了林锦宏房间 与林锦宏四人密谈了两三个小时 在离开前表情很奇怪 好像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我想他只是向我们示威来了 虽然他跟林锦宏等人谈话 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我还是担心 如果还这样持续下去 事情总是会除我们的控制之外 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陈建民两道浓眉紧紧地锁在一起 右手手指望在桌上轻轻地敲着 节奏时快时慢 显然心情有些乱了 张玉菲文言吃了一惊 特别是陈建民的情绪好像感染了他似的 他急急地吸了一口气 勉励使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 思考了一下道 陈市长 现在我们还不能做什么 你也说过 我们是要先知道林锦宏来这儿的目的 谋定而后动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徐四龙之所以这么做 估计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 阵脚乱了 就会容易出昏招 破绽就更多 张玉菲使得陈建民微微一愣 点头不底 对 对 你说得不错 我刚才是有些心乱了 我们先不急 先等等再说 徐四龙如果老建林锦宏的话 也不是个办法 迟早会有问题发生 得想个办法 让徐四龙有些事情可干才行啊 他好像太闲了 张玉菲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陈建民突然站了起来 你先去忙吧 我去见见徐四龙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这一天的时间里 林锦宏几人除了吃饭 其他的时间 几个人都待在酒店房间里 商量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次考察金灵事方面 肯定不会进行配合 一切都要靠自己来 因此给考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这就要看林锦宏几人的能力了 一夜无事 第二天林锦宏几人早早地起床 在酒店的餐厅吃过晚饭 准备分组 开始进行考察活动 只是几个人刚出了酒店 便被眼前的情况弄晕了头 林锦宏几人出了大厅 站在台阶前 只见酒店门口围着人山人海的人 嘴里疯狂地喊着一些人的名字 一批武警拉起了警戒线 正在维持着秩序 不要让人们冲进酒店来 不过即使有武警维持着秩序 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推丧着往前挤 有的甚至多次冲破警戒线 往酒店里冲着 只不过这警戒线后面 还有一批保安在时刻注视着四周 一有人冲进警戒线 他们便上前驱赶 因此倒也没有人能冲进这酒店来 旁边也有一群人站着 对着门口的情况指指点点 显然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组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像太疯狂了吧 看情况 我们是很难出得去啊 王雅娟触着秀眉 转头问着林锦宏 不过他也知道 这问了也是白问 林锦宏肯定也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后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林锦宏上前几步下了台阶 仰头一看顿时明白 眼前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见酒店门前的台阶上面 拉着一条巨大的横幅 上面写着一句话 热烈欢迎天青剧组 光临金陵取景 下面的落款是金陵市委宣传部 看来这天青剧组应该是比较有名了 估计剧组里也有一线的明星吧 要不然不大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轰动效应 看其他人的情形 这剧组应该是秘密入住 酒店里的人都不怎么知情 不对 那眼前这些人又怎么知道的呢 还一大早的就来到了酒店门口围门 如果是秘密入住 这条幅是不该挂了 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林锦宏突然发现这件事情透着些诡异 想破脑袋也想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又回到台阶上 吩咐其他两个男士去后门看看 不过依照他的猜测 后门恐怕要比前门更恐怖 鱼记之类的大都在后门守着吧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两个男士去了没多久 便又回来向林锦宏道 林组长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这密度 想要挤出去是不大可能了 林组长 您看 林锦宏微微思考了一下 先回酒店房间再说 看看情况 这些人不大可能 长期守在门口 等人少些了 大家收拾一下行李 我们换个酒店住 我就不相信 全金陵酒店到处都有剧组入住 说完转身向大厅部去 其他人也无奈地一笑转身跟上 林锦宏刚进了大厅 便看到一个圆乎乎的熟悉的身影 高威来 原客房部经理 只见这时的高威来 西装领带 一副人模狗样的神态 正对着一个服务员呼呼喝喝 那服务员拱着身子 大气也不敢出 看情形 高威来不是来酒店住宿的 那么他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 前次被撤职 自己一离开 他便又跑到金陵大酒店 当起大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